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先来点比较知性的 也比较轻松的话题 最近我在脸书上面 在我的群组上面 收到了一些朋友们传来的一个影片 这影片很有趣 谈的是一个1948年 一个物理学的title 叫Richard Feyman 这个Richard Feyman 念物理的人 大家都会知道 如果你让我票选 物理学界我最崇拜的五个人 包括 Albert Ashton 在内 一定有Richard Feyman 如果让我选前五名的话 一定有这个人 至于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呢 我待会再跟大家做一点说明 那比较有趣的是 他在1948年 拿到1942年 在Princeton 拿到了物理学博士 那最近他的这个 博士论文出土了 就是有人开始研究他 把他放在网路上面看 很有趣 1942年哦 距今81年前的论文 距离蔡同学那个 做梦梦到的1983年的论文呢 也是差了40年 那出土之后呢 我这个朋友就很有趣的做了一些注解 那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频道 这频道叫做 TIBEES TIBEES 他在讨论说 This is what Richard Feyman's PhD thesis look like 就是这个 Richard Feyman 的他的博士论文 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好 那我这个朋友呢 就在这边写说 哇相隔80年 作者终于找到了这个1942年的 理论物理学家 Feyman 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 真是超级的bloody hell 他说这影片呢 他主要是在讨论这个 这个 Feyman 的物理观点 他突然发现说 这个 Feyman 的这一本 bloody hell 的论文还蛮有趣的 他说第一个 他说这个整本论文很奇怪啊 整本论文就 从头到尾是用打字机打的是1942年嘛 那时候只有打字机 他说为什么每一个大写的M字 都会比较模糊 他说哦 他左想右想 就发现说 哦原来这是同一台打字机 因为色带的位子 跟键盘敲键的关系 所以那个M字呢 可能色带他的那个 柱的那个打字头 就是可能有一点小缺陷 所以没打到M的时候 就是稍微比较模糊 而且他说这证明了 刚好是同一个打字的人打的 所以他习惯性的用某一个手指去打M这个字 那用的力道比较浅 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第二个他说 为什么飞门的博士论文没有左右靠齐呢 他说人家大小姐 他的这个bloody hell 怎么会又自动的可以左右对齐呢 而且怎么会一下对齐一下不对齐呢 那个黄重燕的名言就是有设定就有对齐 没有设定就没有对齐 那一本论文可以让你高兴设定就设定 突然高兴不设定就不设定 这太好笑了 再来第三个 他说这个蔡大小姐的bloody hell 怎么都不用标示一下呢 那么他看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说这是怪哉 那好我就开始研究了一下这个飞门 我觉得他以前他的理论物理很多东西我根本看不懂 我觉得跟天书一样 那事隔了30年以后 我看我们变聪明一点 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的以前看不懂的东西 好我整理一下飞门 飞门是他是1918年出生 他1918年70岁过世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是以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表述 还有量子电动力学跟粒子物理当中的模糊 的分子模糊文明于世 那么对于这个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 飞门呢曾经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在1965年的时候 1965年就是他47岁的时候 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绝对是实至名归 那1999年的时候 这个在英国学术期间中 举办130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的票选运动当中 飞门呢被票选成为世界最伟大的 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物理学家之一 如果你给我选的话 我会把它选成前五名 他的全名叫 Richard Phillips 飞门他是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其实 他是蛮有趣的一个成长背景 他出生在纽约 皇后区一个小镇 那父亲是一个商人 对科学有点兴趣 那所以他是飞门的科学启蒙老师 他的妹妹也是受到这个 Richard Phillips 的影响 他妹妹也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 真是一个奇妙的家庭 那 Phillips 他念在纽约念了一个私立高中 这个学校曾经出过了两个诺贝尔奖得主 真的不容易 一个私立高中 可以前后出三个诺贝尔奖得主 这真的高中喔 好 那这个飞门呢 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就不太上课不太认真 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自己修过初等维基分 所以就拽拽的 上课话多 然后又不太爱念书 就是老师看他有点不顺眼 就给了他一本 MIT 麻松理工学院的教授 帮大二大三的学生写的一本高等维基分的课本给他看 好 那在那个年代 就是1940年代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那个时候身为中学生的飞门呢 他当然就跟一般的这个中产阶级 或者是一般比较劳苦的阶级 他会去打工赚钱 好 那结果呢 他曾经一度不想要念大学 但是飞门的父母亲坚持啊 要为他的聪明的孩子提供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 就一直鼓励他说你要升学 结果他当时申请了Columbia 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后来因为犹太人的配额已经满了 所以他就被拒绝了 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一直都有 是隐形的 现在当时是犹太人的配额 现在在美国是亚裔的配额 这很有趣哈 亚洲人呢 包括印度人 台湾 香港 日本 韩国 中国 这些还包越南 菲律宾都一样 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最会念书的一个族裔 一个族群 所以现在亚太裔呢 要限制 如果他不限制 纯粹用成绩的话 美国的长治能联盟跟这个顶尖的公立学校 大概有会有七成都是亚洲人 所以这个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在美国引起很多的争执 那你说你限制配额 其实那是不公平的啊 人家只是因为他的族裔 他的肤色不一样 他的努力应该被你看见啊 不能说因为我们两个的族裔 肤色不同 所以我们就应该有配额的限制 所以这个问题在美国一直吵个不停 可是有人会说 那我黑人就不能够有 我们本来天生的social economic status 叫做社会经济地位 就比较弱啊 所以如果你不给我们一点加分优待的话 我们怎么跟的 怎么能跟你们这些白人 犹太人或者亚洲人比呢 那这是一个很难讲出答案的论述啦 其实两方都有点道理啦 好 但这个问题就是跟这个美国的左派右派一样 就是永远吵个不休而没有答案 好 菲门当时呢 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也吃了这个族裔的亏 因为犹太人要配额限制 犹太人是世界上的顶尖聪明的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啊 好 那这个经历呢 就让这个 呃 就是 是 飞门这一生的第一个挫折 他被 columbia 给拒绝了 那后来呢 他因为这样子转到了mit 所以我觉得他是因祸得福 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可是他要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校的录取呢 除了你的成绩好之后 还要求你要有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校友的推荐 这种叫做referral 或者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在美国是很平常的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菲门的爸爸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商人 那根本就 家里面是往来无白丁 呃谈笑 他们家的状况是 往来无红儒 谈笑有白丁 就只有这些人 他没有什么 什么有学问的人 所以他一直找不到这个推荐性很苦恼 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让这个菲门其实对于在求学的路上 他一直觉得很很郁闷 但他后来还是进到了 如愿以偿进到了mit 麻省理工学院念书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是因为 那个时候他想要申请奖学金 因为他没有钱 可是 他要申请全額奖学金 只得到了一百块 那 他的这个 所以他的求学路程呢 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当时呢 本来菲门念的是数学系 后来他发现说 数学的应用性不强 他就转到了这个电机工程 后来他念电机器 他就发现说 电机跟数学的这个差距太大 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折中的物理 因为 其实索尔科学的最终的工具是数学 那 如果说 要在应用科学上面 他最终的工具是物理 所以 他就选择了一个物理 在电机跟这个 完全应用科学跟理论的数学之间 好 那 你说 对于菲门来讲 他其实人生有一个遗憾 他曾经参与过原子弹 制造的曼哈顿计划 当时被一个启蒙老师鼓励他加入 因为看他冰雪聪明 他当时的想法是说 如果呢我们美国人不投入原子弹的计划 那这个东西会被德国人抄前 将来这个世界会被德国载制 所以他一年之间投入了原子弹计划 但是当他用他的肉眼 他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用肉眼观察到原子弹 试爆的一个人 那当他看到那个威力之后他吓傻了 他发现说 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原子弹 将来一旦被坏人所用 将会产生难以估计的严重的后果 听说他的一生也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懊恼 好 菲门呢 他的人生其实也充满了一些挫折 他拿了博士那一年是28岁 Princeton 一流的爱因斯坦的学校给了他教职 但是他没有去 他去了Cornell 到了康乃尔大学任教 后来又转到了 到了他33岁的时候 在康乃尔念了 教了三四年书 他就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位于加州的Pesadena 这是一个我一直认为 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对我们以前念理工的人来讲 他的困难度远胜于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 这个学校很有趣 他一年只收980个学生 比人家高中还少 一般呢 像我女儿去的这个纽约大学 他们一年收2万多个学生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呢 一年只收980个学生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精英 这个Richard Feyeman呢 就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在那边教了一辈子的书 后来拿到了这个理论物理的这个 终身教授等等 好 那 这个 Feyeman的一生其实还蛮有趣的 他 他因为因缘际会 他对于这个苏联 境内有一个小国 一个 东亚的蒙古国的小国 叫图瓦共和国 还有 他对于这个图瓦共和国的文化 有一种唱歌的方式 叫喉音唱法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所以他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去图瓦共和国走一趟去玩一玩 可是当时因为美术之间关系很僵 所以他一直拿不到签证 那 这是他一生当中写在他的传记当中的一个他一生没有达到的一个梦想 就他终于拿到签证的那一年呢 他已经过世了 好 那 Feyeman 晚年他享年七十岁 他晚年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叫脂肪肉流而过世 他是非常非常的 他的 他的 这个贡献在物理学界我难以形容 我不知道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见得 对于 Feyeman 的一些理论能够了解 那我有幸能够 就是念到一知半解的物理 那真的是天书了啊 这Feyeman 在死前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我 讨厌死去两次 这太无聊了 就他可能 人生经历过 很多的生死的挣扎 那 Feyeman 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 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他是记这个 埃斯坦还有那个波尼尔定律 pv.mrt 做那个 气体动力学的波尼尔 可以说是一个 很在世界上应该是很难被取代的 就是说 埃斯坦埃斯坦的贡献 波尼尔波尔的贡献 那Feyeman 的贡献很难被取代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 之所以他的研究能力 尤其物理学排名到现在 一直是第一的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 讲到加州理工学院 我复兴初中有个同学 是个女生哦 叫叶乃昌 他现在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 他是 第一个 亚裔的 拿到终身天牛的 教授 非白人裔的女性 非白人非女性 非男性的第一人 堪称台湾之光 好那这是Feyeman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段就是因为 要跟着大家看看 人家1940年代的论文 是长这样子的 人家是这样的兢兢业业的那个字 那个打的字那个完整 他唯一可以用手写的是因为 很复杂的公式 以那个时候的打字技术来讲 是打不出那样子的很特殊的符号 而且你看他写的那个公式的部分 是这样的公公整整 就让我觉得 今天那当然事隔久远很多人拿这个 我看到这个Feyeman的1942年的 Princeton的物理学博士的论文 就让我再次想到 蔡同学做梦梦到的那一本论文 那刚好我就去Google了一下相关的东西 我就看到了 一个我们宇宙政经学院的一位 我认为是一个也很了不起的民意代表 他叫高杨凯 他是在去年 台北市议员的选举代表国民党去竞选大安文山 但是他以落选投落选二吧 差1600多票没有当选 因为大安文山是个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我觉得他在选前 在2022年的4月份做了一个视频 做了一个YouTube上的一个网站 因为刚好他是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 他开头就说他实在很受不了 因为他是伦敦大学毕业 动不动就被人家问说 蔡英文的论文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他觉得烦死了 而且他认为说 到头来我们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的人都觉得脸上无光 因为别人都觉得你们的学位好像很好拿很好骗 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段影片 我们进入广告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i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 bad record or risk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you're ranked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高揚凱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代表國民黨 在上一次的台北市議員選舉當中很可惜 是落選第一第二 落選二的樣子 差了1600票 他在選前半年的時候 他在視頻上面做了一個高揚凱的YouTube 大家可以去點閱按讚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這一集專門就是在講 作為一個英國倫敦大學的校友或者學弟 他怎麼看蔡英文的所謂的論文 跟他所謂的求學經歷 來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說 蔡總統這一個學歷的問題 我知道他其實已經延燒了很久了 弄到到時候身邊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問說 欸 倫敦大學是不是很好買學歷 它是不是什麼野基大學 很簡單就可以把這學歷拿過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正好我也是倫敦大學畢業的 我就告訴大家說 倫敦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學校 很多人都不知道倫敦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學校 其實倫敦大學不是學校 它是一個機構 最早最早之前是在1836年左右的時候 當時是由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 以及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他們這兩所學院同一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做了一個機構 叫做倫敦大學 截至到目前為止 現在擁有了17所現役的成員 它各有17個不同的學校 但是有人就問說 欸 17所不一樣的學校 還叫倫敦大學嗎 因為倫敦大學 它是一個頒發證書的機構 所以它的成員裡面的話 各自有所不同 有一些喔 它的自主權比較高 像LSE 或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他們自主權比較高 有一些會被允許說 你喜歡的話 那你可以說 我不要去駐上倫敦大學的名稱 我就只要用我的學院名稱就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會有一些人認說 你說你是倫敦大學 但是你上面可能就只是UCL 就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這樣子 為什麼你只有這樣的名稱 但是因為每一個學院自主性不同 英國分三個學期嘛對不對 英國分三個學期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說我第一個學期 12個月 大概到12月聖誕節之前 第二個學期的話 大概到4月 你後面在一個5月6月 這一段時間在英國 總而言之 它就是拿來考試的時間 我記得沒有錯 蔡總統在那個時候有回來台灣 正常人哪有可能說 我為了回台灣 我放棄考試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即使你是春季班 在那個時候畢業 時間也不太對 這一個 是我倫敦大學的畢業真書 它裡面的話有清楚寫到說 啊這個是我的畢業的學院 倫敦大學Queen Mary 它這個學院裡面的話 它的一個簽署 另外一個的話 是倫敦大學裡面 它這個機構 它裡面的話也有簽署到 這兩個會在一起 它後面的話 你讀的是什麼科系 它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用中文來講叫學年成績單 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於說 它除了學生的名字 你開始的課程的時間 這些全部清楚寫在上面之外 你修了哪一些科系 以及最重要是 你這個課程到底有沒有通過 其實實際上它都寫得一清二楚 最重要是 這兩份是一起的 倫敦大學的網站裡面 有特別寫清楚 這兩份是一起的 如果說真的有疑問 那就把這兩份拿出來做對照 這樣其實就很明顯 只有這一份 有人說有疑問 那把這一份也拿出來就好啦 這不會有事情了啦 倫敦大學我當年要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讀的是歷史系 那我後來要去申請說 我要讀它的管理與組織革新相關的學系 倫敦大學就說啦 我看到你的資料了 但是你之前讀的是歷史 那我就不確定說 你商科到底行不行 所以我要求你說 你先讀一年的Premaster 就是碩士御班 碩士御班全部讀完了之後 我看你的成績 我要知道這一些分數究竟如何 我才能決定 你能不能來讀我的碩士班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才進去的 而且另外一點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樣子 我們在當時倫敦大學在繳交論文的時候 他有一套非常嚴謹的資格 當年要繳交進去 有兩本的紙本論文 照他格式影印完成之後送到學校去 但是在前一天晚上 你要把你的電子檔 整體全部傳到學校系統裡面 繳交完成之後 你才可以確定說 你把這個份交完 他為什麼要電子檔 因為電子檔交出去 英國的系統裡面 他會先查說你的quotation 意思就是說你的註角 有些人會把別人的論文剪過來 然後合成一個拼湊的論文 但是英國的系統會查說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偷用別人的 如果你的註角沒有加 你的字數超過你整個論文的5%還15% 代表說其他剩下的至少90% 要是你自己本身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你在這一關不過 你根本連省的資格都沒有 倫敦大學的論文系統 其實相當的遠景 他們沒有像一般人一樣 覺得說你出國留學生讀書 你就可以到處去玩 沒有 我們那一段時間我大概 那個時候 我們平常都寫到凌晨3點 寫完的時候再去睡覺 隔天早上7點左右起床 要嘛去上課 要嘛起床繼續再想說 我接下來到底要寫些什麼東西 一個學期12個禮拜 每一個學期有各式的工作要做 例如說你的回教功課 管論文 各科的那些報告你要教 再來你又要考試 又要上課又要分組 等到了5月6月考試之後 你又要準備那個大考 大概7科8科大考考完了之後 你又要去繳交論文 如果說你在最一開始 就沒先準備那個論文 你後面根本繳不出來 所以我們是一年的時間 把所有東西全部擠在一年全部完成 不像其他學校 例如說美國 大概是兩年甚至於三年這樣子 我們就是一年完成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有名的人 都是從那邊出來的 例如說像甘地 還有拍蝙蝠俠的那個導演 還有穆文偉 其實都是倫敦大學系統出來的 倫敦大學系統底下的學校 大部分都還不錯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鬧得風風雨雨 就變了很多人問說 這倫敦大學是不是有問題 令我們倫敦大學系統 畢業出來的人 是一個蠻頭痛的事情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點個讚 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 跟政治有相關的 人事物光明與黑暗 天堂與地獄等等之類 相關的消息 麻煩在底下留言 或傳訊息給我 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點讚 並且開啟訂閱小鈴鐺 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歡迎點個讚 並且開啟訂閱小鈴鐺 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麻煩點個讚 並且開啟訂閱小鈴鐺 為什麼 为什么 讲慢一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点个赞 并且 订阅开启 小玉方 好 高杨凯 明明白白的点出 蔡英文的那个过程 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我也必须说 这个高杨凯非常的勇敢 在2022年的4月份 他敢去做这样子一个表述 当然最后呢 这个包括韩国瑜也加持 他马英九也加持 他很多人呢 去帮他站台 因为高杨凯真的蛮优秀的 很可惜 因为在大安文山呢 那个票啊 被少数的两三个人给 拉得非常的高 所以后面呢 大家都在一万票上下挣扎 对于一个新人来讲 他拿了九千六百多票 以一千六百票左右 败下阵来 我觉得随败有容 可是我觉得我看了 比较不服气的一件事情是 他在落选之后 竟然遭到了台北地检署的 搜索调查 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 什么事情呢 他在落选之后 竟然因为有人检举他会选 台北地检署呢 竟然去拘提他 把他这个传唤道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就是他批爆蔡英文的假论文 在四月份做的这个video之后的半年多 落选之后 你有听过人落选之后 还被求后算账了吗 不过各位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也不要怕 越怕这个犯罪集团 蔡英文这个犯罪集团就越嚣张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东西呢 其实要告诉大家 所有因为论文门被整肃过的人 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人 包括张靖律师 张靖律师被非法搜索 结果今天监察院给了他一个平反 认为当时台东地检署的搜索是违法的 要法务部加以检讨 可是我看那个我说笑话 什么叫加以检讨 这些人如果懂得检讨 就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好这是题外话 那我们来看看高阳凯呢 他在做完这一个伦敦大学的认证 蔡同学是贾博士的这个引带之后 半年有一个这样的社会新闻 这个新闻是在12月份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影片是在2022年 就是去年的4月份 他来踢爆 他用一个校友的身份告诉大家说 我在伦敦大学念书的所有经验 告诉我蔡英文的学位不可能是真的 不管是你注册的时间 或者是你最后的那个学位 跟你的那个论文 那就不是真的嘛 你看刚刚那个费曼的论文 比蔡英文早了40年 距离现在80年 人家的一流大学 伦敦大学毫无疑问是一流大学 比台大好大概好大概100名以上 那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会容许这样的论文呢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也来谈谈Michael Richardson 在英国伦敦这一端 其实我们今天用各种方法 一定会让蔡同学束手就勤 只是他现在呢 权力在身上 减掉司法为他所用 讲到减掉司法为他所用呢 这高阳凯 在这个影片 去说明他作为一个校友 怎么看蔡英文的这个学术诈骗之后的八个月 他月上的社会新闻 2022年就去年的12月1号 这新闻是这样写的 高阳凯是国民党的郑兰军 不但获得了前总统马英九等党内大道的力挺 连高雄市长韩国瑜都三度跟他合体吹票 选前生事看好 结果国民党在大安文山提名八个 打算八先过海 结果只攻下七席高阳凯意外落榜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减掉接获检举 高阳凯一次在九月间 跟另外一位朋友 在台北市的一个知名餐厅 共同举办餐会 习开三桌宴请装脚选民 三桌差不多三十个人请客 这样不行 那不是 好 台北地检署指挥台北调查局 搜索了他的住家公司等三个地方 约谈高阳凯等四个人 最后检方复讯以五万元交保候船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检调系统 摆明了就是在恶整 就在恶整 所以我说台北地检署的历任检察长 包括了 邢太昭 林邦良 你们这些人 是我们宇宙真心学院 会给你通气一辈子 到你下地狱的那一刹那 我们都会通气你 因为 你对这个社会所做的事情令人乏指 那这么一位优秀的市议员 就这样被你们恐吓候选人 没上之后还要被你们这个什么 请三桌吃饭 这叫做会选 然后把人家五花大绑 我相信这个案子还在台北地检署 还在整继续整 继续秋后算账 可是我要讲的是 倒数计时蔡英文到现在呢 已经是330天了 等他下台之后 那个反扑的力量 会异常的大 各位会看到 宇宙政经学院 还有论文门开箱 还有这个童文勋的童文层 还有曾淼洪 还有欧崇敬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包括了很多政治人物被遏着 将会组一个追杀比尔团 我们要让所有曾经在论文门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愚公愚私 制造了这些谣言 制造了这些国家社会暴力的人 要付出代价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阿殿若老师 若董蒜 买粒不流行的恶关 清静思法 来顾台湾 让咱北山 日志的心安 舍起阿殿若来董蒜 为何正义顾台湾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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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n end I've surfed this scene I've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me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t a dark but a race d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 I'll talk to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f you are in a place 正丁关不了关不了正丁 昨天Michael Richardson写给我的一封信 他说接下来我们在英国端开始要拨云见日了 因为高等行政法院发现说不对啊 Michael Richardson只是很简单的要求问说 2019年的10月8号那封信 到底是贴在英国官网上的那一个 莫名其妙的说这个是一个博士学位 什么蔡英文有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个 所谓的声明到底是谁发的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还有呢包括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那几次说这个主考官哪些人到底是谁 名字是什么 前前后后都不一致 那这些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兵分多路 有的是由林环强教授来提问 有的是由Michael Richardson来提问 有的是呢宇宙真经学院的其他的另外两位 还有一个我不认识啊 我反正这几个疑团呢分别兵分多路在进行 那Michael Richardson呢 他很执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要有论文才会有学位 那论文呢不是光写完就会有学位 是要经过考试 口试之后才有学位 那既然有论文口试 一定会有论文口试的口试委员 那口试通过与否 这口试委员呢一定有一个亲笔签名的一个文件 如果不具备这些具备这些刑事条件 他就不可能通过博士口试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一直在追问说 那到底这个主考官是谁 这个PhD的examiner是谁 这是公共资讯 这不是个人秘密 好 结果一审的时候呢 就用什么个人隐私啦 这些东西去回避 Michael Richardson一路打仗 这个Tribunal Court 然后到了Upper Tribunal Court 现在高点行政法院的法官 偶尔我们也在英国以后碰到一些恶官 偶尔也碰到一些好官 他就觉得对啊 我只不过是 这个美国的作家 不过是想问一下说 到底这个 这件事情问了半天 这个口试委员到底是谁 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一般的学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嘛 所以他就要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重新检视回答这个问题 也要这个Michael Richardson呢 针对这个回应 去做呃 陈述 那Michael Richardson在Richardson Report上面呢 他的这篇文章 他就做了一个图 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光是问说 Examiner 是谁 英国伦敦大学 伦敦政经学院跟ICO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你说奇怪不奇怪 好他做这个图上面是这样写的啊 他说这个London School Economics 伦敦政经学院的说法是 The school does not hold the information 伦敦政经学院说 我们这里没有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的inform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蔡英文口试委员的相关资料 那么英国的资讯特任官办公室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英国的资讯委员会 这个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The student record had been examined and no definite record of the examiners had been found 他说学生记录表呢 整个查过了 里面没有这个口试委员的资料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一个278页的口试的这个学生资料 你想想看 一个学生资料278页 竟然没有口试委员的相关资料 那请问278页是在写什么 我太好奇了 我真的想要看看这278页到底在写什么 我严重的怀疑蔡英文可能在念硕博士的这个 NPhil跟PhD过程中涉及了一件什么样的 有争议的事情 才会出现一个学生记录表会有278页的报告 各位想看我们一个正常的学生 我们修了哪些课成绩单 然后毕业论文的这个 可能一些证明文件 论文是在图书馆不会在学生记录表 我觉得哗不啷当有个十页就已经了不起了 蔡英文有278页的学生记录表 你不觉得很怀疑吗 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历一个什么样的trial 或者是一个public hearing 才会有278页的资料 而一个278页的资料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博士口试的过程 还有它的组成成员 ICO 英国的资讯特入官办公室也说 we hold no information 我想起来了 那一定在伦敦大学 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规定 这个examiners的聘任是由伦敦大学来聘任 而且是由伦敦大学来管理的 那我们来看看伦敦大学说法是什么 伦敦大学说 we do not believe that University of London ever hel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nomination of examiners 伦敦大学的说法是 你知道英文就是 我很讨厌英文的 英文文法的一点 就是说话拐弯莫讲 他说我们呢 不相信我们自己 曾经拥有过 有关于口试委员的资讯 什么叫我们不相信 我们自己曾经拥有过 就是没有吗 我们不认为我们有 或者我们没有 我再念一遍 we do not believe the universe of London ever hel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nomination of examiners 伦敦大学说 我不相信我们曾经拥有过 这些相关的资料 你不得整校的吗 你写了半天 你写了下什么我现在看不懂 好 现在三个人三种说法 对不对 就是伦敦阵营学员说我没有 英国资讯委员会说 我们看过这些资料 这资料里面没有 那伦敦大学说我不认为我们有 那想了半年就是我们通通都没有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Michael Richardson的这篇文章 他就一开始就说 他说 这件事情呢 包括了蔡英文时隔35年 在2019年6月份才送进去的这份草稿 里面有一大堆的问题 不信的话你上网去看 我说蔡英文最大的败笔就是把他那一个根本就跟他的学术论文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堆草稿 一堆废纸 一定要凑上去说这是他的论文 因为这件事情一旦被确认之后 后面他来不及了 这里面的所有的问题你等于甩锅给了英国伦敦大学要他们吞下来说 我们当年用这样的东西给一个学生毕业 如果他们吞下来了 抱歉 我一定会去跟这个世界各大高等教育的评比机构检举 说伦敦大学在干这样的事情 那伦敦大学在这个国际教高等教育的评比 就瞬间会从全世界的实名调到了可能可能300名外 我就不相信伦敦大学敢做这种事情 敢去把这个锅给扛在身上 伦敦大学没缺钱缺到那个地步吗 海霸王的这个实力也不至于到可以收买伦敦大学到一个 让伦敦大学必须非常心动 那你说他是因为国家元首 大家姑且保留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个颜面 那很简单吗 在11个月后就不是了吗 好我们再往下看 另外呢 麦克罗先生说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口试的主考官是谁 但是伦敦政医学院的法律团队的负责人 凯文汉斯却向中华民国的法务部通报了两名口试委员的身份 在蔡英文提出刑事告诉之后 凯文汉斯的讯息被转到了台北地界署检察官 而这个调查这整件事情的台湾的talk show主持人Dennis Peng 他说目前Dennis Peng在California自我流放 以避免已经发出的中华民国逮捕令会把他逮捕入狱 好那其实我没有在怕 这个很多前辈为了自由民主人权 陆陆续续的去坐牢 坐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问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如果事情还没办完呢 对不对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宇宙政经学院有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放在我身上 我可以跑到牢里面去休息四个月吗 对不对我没有时间休息啊 我现在日以继夜我四年来啊 这个论文门我这个宇宙政经学院的政经关不了四年一千五百个日子 我没有一天休息啊 连COVID重感冒流感二点五次 我都没有一天休息啊 咳嗽咳到把肺都咳出来了那种感觉 我也没有一天休息啊 在台北的时候连大停电 我都跑到路灯下去把那一集做完 我没有一天休息啊 我怎么能够让你蔡英文玩我把我关到牢里四个月让我不能做节目 不能够跟我们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报告我们调查论文门的进度呢 别傻了啊我不会干这个报复平和的事情 再来 他说那个还好美国跟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所以我的这个talk show 还可以继续持续的进行 我必须告诉大家是美国就算跟台湾有引渡条约 他也绝对不会办我的案子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为什么呢我就不说了啊 蔡英文有蔡英文的朋友 我有我在美国的朋友 他们都说绝对不会允许 美国政府或台湾政府动你Denis鹏一根寒毛 因为这个案子太荒唐了 我们像美国像呃别后国的很多单位 我们都提出了控诉 他们听到这个案子都觉得太荒唐了 把一个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前所长 揭发了蔡英文的贾博士 你把人家通气 还把人家吊销护照 他们听完了以后都觉得太不可思议 尤其是一些在呃 美国加拿大在香港在新加坡的一些学界的人 听了以后真是愤慨到了极点 好我们接下来看 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几个人的调查报告 伦敦政经学院 的讯息部经理 迈克尔 这个瑞克尔 瑞克尔麦瓜 他曾经把他的这个口供 交给了这个伦敦政经学院 然后转给了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fice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们不知道 这个examiner是谁 主考官是谁 他们都不知道 他说呢 这个目前学校掌握的 这个所有的资料 只是不小心匆匆一撇 所以呢并不可靠 另外这个瑞克尔麦瓜 还解释说 他的主管 这个Kevin Hens 是他的上司 他出来踢爆说他的上司呢 是in a hurry view 匆匆忙忙啊 没有吃叶黄素的结果 还有 另外这个董事会 而且他说他made a mistake 好你看 这个Kevin Hens 被他的下属打脸了 另外呢 这个董事会的秘书 Louis Nato 他讲的更直白 他说LSE 伦敦政经学院 不知道这论文是谁审的 要问伦敦大学 好了问题来了 伦敦大学呢 是整个那个年代 1983 1984 1982 1985也好 那个年代伦敦政经学院 只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 所以伦敦政经学院说 要问伦敦大学也没有错 但是伦敦政经学院本身 绝不可能没有资料 他都有蔡英文278页的资料 怎么会没有口试委员呢 你不觉得这是简直就是 无脑袋的开玩笑吗 如果你说啊 我们连他学生记录表都没有 和资料都没有 那我觉得你还可以摆下去 你告诉我们说 他的学生记录有278页 278页里面没有口试委员的姓名 那278页是在写什么 你在背正气歌吗 天地有正气 咱人负流行 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行 愚人愚好然配物三方明 是这样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伦敦政经学院 把这个锅甩给伦敦大学 按伦敦大学呢 他的回应却说 他们曾经说过蔡英文的论文 但是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之间 某个时间被图书馆员给弄丢了 那么讲这话的人到头来会被我们告 这些都会被我们告 只是陆陆续续的告 呃我们没有蔡英文这样的财力 一次拿着这个一大笔钱出来告东告西 那我们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 告赢一个告第二个 告赢第二个告第三个 而且我们要他去做民事的赔偿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 在英国的这个tribunal court 他们的这个行政法院当中呢 有一个法官叫做Hazer Oliver 他发现说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伦敦政经学院或伦敦大学 曾经收过这本论文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参与了跨海的视讯出庭 我把我在英国伦敦 这个IA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访问图书馆的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内容 我查到的资料全部给了法庭 所以这个Hazer Oliver 看完以后他觉得没有理由认为 英国伦敦大学 或者伦敦政经学院曾经收过这本论文 当他推翻这个讲法的时候 英国伦敦大学又改口了 他说啊 whether it was acquired or not 他说他们不知道到底他们学校是不是曾经收录过这本论文 whether it was acquired or not 好 结果 好死不死 有一个图书馆员呢 在2015年的一封电子邮件曾经指出说过 有人在储藏室中的旧的car catalog中 发现了一张用于论文的卡片 上面写着 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收到过 就说他们在2015年的这个car catalog当中呢 有一些那个所有的论文的卡片 在这个论文卡片当中呢 never found 就是从来没有received never received 没有这回事 另外伦敦大学呢 他又曾经做过另外的辩解 LSE声明说 这整个考试是伦敦大学的责任 那么根据伦敦大学的规定 他的calendar呢 上面写说伦敦大学 University of London 他附有这一个任命主考官的法定要求 但是学校却说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了LSE LSE呢推给了伦敦大学 好 不管你怎么说 这件事情到头来一定要对付公堂 所以这件事情的最后 就是伦敦大学必须要说明 为什么Senate House没有任何有关于蔡英文的口试委员的资料 而根据规定 Senate House必须要任命并且管理整个口试的过程 所以这是互相抵触的 那么在英国的Tribunal Court 或者就要求英国的ICO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fice 必须要在这一些矛盾当中获得答案 同时也要求Michael Richardson 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答辩 进行Michael Richardson的质疑跟陈述 接下来会定审判的庭期 那审判的庭期呢还没有决定 这是Michael Richardson 这整篇文章的重点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阿殿若老师 若董蒜 买粒不流行的恶关 请政思法 来顾台湾 让咱北山 日志的心安 一期阿殿若来董蒜 为何正义顾台湾 アーモンド 和声阿殿苏 我四周 跟鉴架网 一周 一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一大步 怎么说呢 来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监察委员王美玉跟郭文东 他们办了这个案子 他们说在去年 台东地检署侦办张静律师 涉及妨害秘密罪 这个案子传唤居提张静的时候 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监察院要法务部检讨改进 我先做这个事情 监察院不容易 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 如果是一般小老百姓 那比较没什么 牵涉到张静律师 是论文门开箱 是论文门的律师 那是直接跟这个蔡英文 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 这个蔡骗子呢 是敌对的一方 过往都是要被整的 所以你看张静为什么会被缠上这个案子 简直是莫名其妙嘛 我说这整个案子源起在于 张静律师呢 这个挂名负责人的这一家美容美法沙龙 有人竟然去检举说 他在刮杀的时候呢 全身瘀青 所以告了这个美容院的负责的 那个老板娘呢 作为这个被告 说这个伤害罪 这整体啊 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好好来查一查 这个告人的人 他百分之 我觉得啦 我的个人推断啦 百分之九十九 是调查局卧底的 检调去卧底的泄民 你其实莫名其妙啊 哪有人去刮杀完了以后 去告人家说全身瘀青啊 那不是笑死人吗 我就开玩笑嘛 我说如果去刮杀以后没有瘀青 你才应该告呢 告什么 告诈欺啊 你没有把我刮书杀来了 你还跟我拿钱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担任过第一届检查官评件委员会的委员接发言人 我们这时候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就是柯建民 还有这个王金平 他们不是认为那个官说司法吗 然后后来呢 就涉入了 为了去办这个案子 还包括了检查总长黄世民啦 特征组的检察官 他们呢就是泄密 而且这个违法征讯这类的案子 好啊 那我们去办这个案子就是发现说 今天呢检察官要调查一个案子 或者是要监听我 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我的通讯一定被监听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监听不能随便监听 要先让你有一个案子成立 他们就可以监听 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被通气 那他监听我就理所当然 那先要让张静律师呢 有一个案子在身上 他们就可以监控他 所以就搞了一个这么低级的一个玩笑 就是找了一个人进去告他们 一告这个案子就成案嘛 一旦成案之后就可以监控 好 那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那么 最后他们发现说 去调阅这个张静律师提供的相关录影带当中 竟然发现他在这个 这个按摩的这个诊间当中呢 有装这个镜头 那张静律师说这是保全公司装的啊 好那反正这个案子在进行当中 可是在整个搜查跟征讯的过程中 严重的违法 所以监察院对法务部提出了 要求法务部检讨改进 但我说比较好笑的是 法务部检讨改进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跟着皮皮啊 你叫我检讨改进 好是是是我检讨改进 这个其实有检讨 这个案子有办跟没办是一样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 基本上有点出台东地检署的问题 好这算是一个我们的胜利啦 但是结局就是要这个台东地检署 要法务部责承 检讨改进 我觉得好笑 好 这个案子呢 很好笑的是说 因为张静律师呢 他跟租给这个女朋友开的 这个美容美法店 这当中呢 带回去的这个监视录影记发现 就是说里面呢 恐怕有 有这个拍到一些客人的 可能更换衣服的过程 所以 他就要具体张静道案 因为他跟这个 他怕这个张静有串政之余 你简直要把我给笑死了 这是一个什么芝麻绿豆大的防害秘密案 而且这个防害秘密还不是防害什么国家机密了不起 就是一个美容美法店里面 这个保全公司装的镜头有拍到有人在更衣的画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画面当然我也没有看过 不过就是这样子 这个串政有什么好串的 竟然要用这样的理由要具体张静 到现在还把我们的电脑给扣在那里 这笔账我们正在算 还来不及跟你慢慢算 好 那么后来法院觉得这样子的 这具体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试回 那么这个王美玉跟郭文东两位检察委员的报告中指出 他说检察院的司法还有预证委员会 通过两个人提的调查报告 他认为台东地检署侦办张静涉犯的防害秘密罪的过程当中 检察官申请羁押 台东地方法院认为检察官呢 这个羁押的这个过程 是到底张静是被告 还是什么 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清楚 而检察官核发鞠票 这个鞠票不合法 而台东地方法院呢 就驳回了这个 这个就裁定驳回 好 那监察委员说 他说刑事作用法虽然没有强制规定说 必须在传票上记载身份别 但是被告的身份的注记 涉及的被告有很多重要的权利 因为你当你是个被告的时候 你可以请律师 当你是个被告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揭默 你可以行使很多防卫权 当你不是被告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被传讯 被拘提的身份是什么 你才可以相对的行使你的法律权利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检警拘提你的时候 是不可以隐藏的 好 那么进一步的说 你不可以解释说 因为警察在这个身份讯问的时候 认为你是被告 那么 你就理所当然知道你是被告 因为在侦察中检察官 有权有义务要告知 因为被告有权知道 我到底是什么身份 所以我接下来才能够行使什么样的权利 所以检察委员王美玉跟郭仁东说 这个整个传唤的过程 台东地检署有瑕疵 所以要求法务部要检讨改进 所以我说好的事情是说 张静因为担任论文门的律师而遭到了整肃 按理说这整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张静可能他在台东地检和台东地方法院 也还要吃一顿的牌头 他可能官司会连续输 但是让我有点小小的意外是监察院 好歹有两个监察委员 一个是王美玉 一个是郭仁东 他们给了张静 至少程序上的清白 就是说你传唤人家的时候 没有人这样子搞的 一手拘票一手传票 然后左边传票右边拘票 没有人这样子搞的 这摆明的就是设计 就是要把张静关起来 同样的 今天我的案子不开庭 直接发布通气 目的呢 就是要想办法把我关起来 消灭我的 这个削弱我的影响力 不过抱歉了 这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做视讯 我不管人在哪里 我都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 特别是年底的 这个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呢 我有责任要把蔡同学 民进党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不法的这些 要参选的人的 种种带行猎击呢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作为一个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前所长 我也义务 要向社会大众告知 所以宇宙政议学院的同学们 大家加油 从张静律师的这个案子 可以看得出来 春江水暖压先知 我们在整个论文门的路上呢 渐渐看到曙光 大家加油 好 接下来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个圣经上的一个 给我们的启示 是在真言的21章3节 上帝告诉我们说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的悦纳 也就是说呢 要行仁义公平 比我们去献上什么样的祭 或者是 就是反正就是 我们用白话文讲 就是说你去 像跑去庙里拜拜呀 干嘛 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说 要行公平 要行仁义 这件事情更重要 祝大家平安喜乐 要个愉快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